近年来 网络上就有不少人通过听别人吃东西 或者是听别人轻声耳语来帮助松解 据说这种食物发出的酥脆咀嚼声 和别人在耳边轻声细语等视频非常疗愈 能够让人达到脑内欢愉的效果 这种视频就被称为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 或者是ASMR 我们这一期的潮流解码就带你去了解 年轻网络世代掀起的ASMR风潮 刺耳的警报声 吵杂的装修声 这类声响将警觉焦虑的信号传遍全身 相反的 有一些声音让我们倍感放松 甚至达到疗愈效果 饮品的气泡声 翻书的刷刷声 和丝纸的杀杀声 网络上就有不少人将这些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声音 利用专专业设备将声音捕捉并放大 刺激观看者的视觉 听觉和感知 从而达到一种放松愉悦的效果 从这当中得到的生理反应被称为是 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 简称ASMR 我们让几位 从没接触过ASMR视频的人 来观看三种叫受欢迎的视频 来观察他们的反应 就让我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很想睡觉 欢迎欢迎 就如果你用气音讲话就觉得有点很不舒服 这么不要自己的正常讲话 在耳朵旁边会有点恶心 不会有什么感觉 只会觉得越来越饿 吃东西它就蛮似饿的 然后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整个它就是一直在摆弄那一个奇怪的东西 然后发出奇怪的声音 对 我不能理解 你就感觉到你会想要去挤压那些 那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它的声音也是比较小一点 然后其他的话我就觉得是一种干扰 从测试我们发现 三名接受测试者的感受都大不相同 究竟在医学上如何解释ASMR的反应呢 可能ASMR可能它本身只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学习到的一个反应 那有些人可能从小到大 他们就学习到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刺激 就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这个叫做反射性的一个反应 这种从经验中学习而来的反应 比如睡前父母会亲身说故事 或亲拍小孩入睡 长久下来 人们就会将耳语和睡眠放松连接在一起 另外林医生表示 观看这类视频带来放松感 也可能是一种被暗示的安慰剂效应 但很多时候可能在看视频之前 一些人已经先入为主 觉得我应该有这个反应 所以当他看了之后 大脑的一个作用 心理作用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目前对这类视频的科学 或医学研究甚少 林医生表示 从目前看来 这类视频并不影响心理和健康 不过一些学者则是担忧 观看者会有上瘾反应 通过看或听 他人做重复性的动作 来松懈身心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ASMR的视频 大约有1300万个 其中订户人数最多的频道 有775万名订户 那除了大批网络用户观看 更有一些人选择近距离接触 感受更加深沉的放松 那本地就有商家研发出了 生车能够输压的 SLIME 莱姆粘液 更将让ASMR式的疗愈 从听觉和视觉 扩展到触觉 细细的猪链碰撞声 伴随着轻声耳语 让人不知觉地起鸡皮疙瘩 这种将沉浸式表演 融入的ASMR最大的不同是 人们能在现场亲身体验 是一个真正的经验 让你注重那些柔轻的不同 并且加上你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个大小小的刀 一种椅子 他们会移动它和摆动它 所有这些刀都会摆动 它有这个声音的热 和这个声音的热 所以我认为这些实生的经验 我认为这些感觉更加感兴奋 比看我的眼睛 将ASMR和沉浸式表演融合 并推广开来的是 旅居美国的新加坡人刘诗奇 刘诗奇说 这种新型的表演形式 特别吸引那些 对ASMR着迷的年轻人 事实上刘诗奇自小 就对ASMR情有独钟 在ASMR这个词还未出现之前 他甚至一度怀疑 自己的感觉是否不正常 其实我从小就已经感受 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很 好像我自己是一个很怪的人一样 所以当我在网上找到ASMR的时候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因为我终于发现到 我不是这个奇怪的人 刘诗奇将继续推广沉浸式表演 ASMR 他计划每年到不同城市 进行这样的表演 ASMR虽然大多数是以声音为主 但也有不少的ASMR视频 利用画面来加强感官 这个看起来像是甜品 但是用手按进去之后才发现 这原来是slime 史莱姆粘液 它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 柔软并有弹性 搓捏时会发出气泡声 这也是最受欢迎的ASMR视频之一 你拉扯 然后你拉扯 然后你拉扯 首先是有 你自己感觉到 它是这种拉扯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 那个声音的 那个泡泡沉浸 哇 非常确定 由于史莱姆粘液大受欢迎 不少年轻人开始学习自己制作 在银行就职的洪锦秀 三年前自创史莱姆粘液品牌 我的主要是很努力 这就是我感到很努力 至今他已经制作了 200多种不同款式的史莱姆粘液 当中牛奶海盐饼干 午夜星系等 史莱姆粘液款式最受欢迎 第一制作是伐木 伐木 然后咪粘液 咪粘液是 由温粘液的清晰 所以是相常用的东西 塑造或盐漆也充足 你可以加自自己的 所谓的制作 如果你想碎碎 或你想碎粉 可以多加果 蘋果 簡單的材料就能製作出 減壓的萊姆黏液 洪錦秀表示 製作一小盒萊姆黏液 只需要十分鐘 步驟簡單 材料一曲 他強調 創意無限 更讓這玩意兒的樂趣也無限